国足抵达日本 大战即将来袭 而在本期出征球员中 除了几名规划 小将戴伟俊以外 韦世豪也非常值得关注 他在国字号比赛中 曾两次率队取胜日本 打进三球奉献一次主攻 一人成功参与四例进球 对阵日本 韦世豪可以说是经验十足 2014年又19亚新赛小组赛首轮 博星2比1取胜日本博星 两力进球皆由韦世豪打进 开场仅两分钟 韦世豪点着破门 中场前又攻入一角 神仙任一球 而在2017年进行的 U23亚洲杯预选赛小组赛莫伦 U22国足2比1再次取胜日本 韦世豪传射箭弓 第40分钟韦世豪为球队首开记录 上半场捕食阶段 韦世豪又助攻邓韩文破满 12强赛首战日本 韦世豪无援处政 再战日本 韦世豪有机会登场 希望他能重拾昔日日本队杀手本色 为国足带分回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